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闭的情况发生 难道开药店真的这么赚钱吗 对此 业内人士表示 现在国民身体素质低 很容易感冒发热的 甚至各种小毛小病多不胜数 而去医院看病很麻烦 且费用很高 相比之下 选择自己去药店购买药品就便宜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是药店的原因 而我们认为 中国大街小巷到处是药店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 开药店是暴力行业 有网友反映 他去药店买控制高血压的药 每瓶同样60粒标签 以及国药准字号都一样 不同的药店 价格完全不同 最贵的是26元 而最便宜是18元 这位网友曾经暗中询问店家 你们卖18元的降价要不亏的吗 店家表示亏钱不可能 只是少挣点钱而已 目前 我国的药价由开店人自己来定 这方面药价的监管制度缺失 卖药当然可以获得暴利 再者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老年人口多有疾病 对于药品需求会比年轻人大幅增加 药店的主要消费人群是老年人 同时 也有很多年轻人生了小毛小病后 大都不愿意在医院里抓药 因为医院药价太高 就拿着医保卡跑到药店来买药 而且 开药店一本万利 几毛钱的药卖到十多元都很正常 开药店肯定是比较赚钱的行业 展开全门最后 除了开药店有暴利和药品定价权外 药店也不仅仅只是买药 而且还搞多种经营 一是 出售各种保健品 生活用品给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拿着医保卡 就可以在药店里高价购买保健品 生活用品 药店借机可以从中某取暴利 二是 药店经常可以聘请名医专家来做糖 给中老年消费者 耗卖 普及养生保健知识 并且可以根据消费者需求 为其量身定制每个病人不同的滋补养生高方 并且还可以由药店替客人抓取药材 代客制作养生高方的业务 这样一来 药店的经营范围又扩大了 所以 这种多种经营的药店是很赚钱的 现在有人戏言 过去 银行网店多如牛毛 现在开药店的满大街都是 实际上 开药店的暴力和低风险投资 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一瓶药本来只有几块钱的成本 买到客户手中 就要十几元甚至几十元 而且 现在城里人拿医保卡可以到处买药 一般人遇到药价较高 也不会太在意 更关键的是 药店还进行多种经营 尽可能把客人的需求留在店内 这样开药店就获得丰厚利润 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开药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